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救了一个被采花贼轻薄的女子反被诬陷 被轻薄的女子当时被鸡晕了 她也不知道轻薄她的男子长什么样子 而女子的舅舅是当朝的宰相 直接把李云川送入了大理寺 还要求大理寺判死刑 李云川有口难言 采花贼也抓不到 也自能自认倒霉 明天就是她杀头的日子 便想见原下最后一面 才托人送了一封信 不是你想的那样 陆毅控制着自己不发脾气 当朝的宰相是你的老师 你教我如何相信 不是我想的那样 我若是真想杀她 还需要惊动我的老师吗 李云川以下犯上这一条 我就可以要了她的命 何须绕这么大一个圈子 你答应了 我不找她麻烦 便换一个借口罢了 一夜之间 她真的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发生的事和陆毅都有一定的联系 她也就不免怀疑是陆毅 我说了 这是与我无关 你信也好 不信也罢 陆毅的脾气 也耗没了 你若还想去劫狱 那她就没罪 也变成了有罪 原下脑袋里乱嗡嗡的 她捶了自己脑袋两锤 亮亮呛呛地走了 去哪 找证据 该死的采花贼 原下心里骂着 等她找到了 一定要将那采花贼碎尸万段 陆毅也没追上去 被冤枉的滋味太不好受了 次日天还没亮 原下在大理寺击鼓鸣渊 等了两个时辰 才见到掌管大理寺的刘大人 原下跪在地上 大人 李云川是被冤枉的 小女原下要为李云川翻案 刘大人听见原下两字 精神了几分 打量了原下一番 粗衣麻布 蓬头垢面 她猜测可能是同名 眼前的绝对不是六王府的六王妃 再说了 李云川区区 一个衙门里的捕快 也不可能认识六王妃 原下嫁给陆毅是 整个京城都知道的事情 还有一些人们在打赌 这桩已毒攻毒的婚姻有没有效 此案证据确凿 翻案无效 大人 原下不死心殃求着 李云川真的是被冤枉的 请您给我两天时间 我一定能找到那真正的采花贼 刘大人对着两名官兵招手 拉出去 原下被官兵架了起来 还不死心地喊 大人 大人 李云川是被冤枉的 您这样草草了案 对不起您头上那 明镜高悬四字 大胆 刘大人拍着桌子 指着原下 你区区一个民女 进港口出狂言 当场仗则二十大板 正当官兵 要把原下压上老虎凳上时 门口传来一道愤怒的声音 助手 刘大人见到来人是陆毅 大吃一惊 紧接着离开案桌 跪地行礼 微臣参见六王爷 压着原下的官兵也跪地行礼 原下很吃惊 他不知道陆毅来做什么 而且陆毅只是一人前来 并没有看见曾家兄弟 不是说好一起来吗 怎么不等我 原下一脸懵逼 他昨晚找证据就没有回去 支支吾吾道 臣 臣妾 刘大人总算回过神来了 这原下是六王妃 吓得六神无主 最臣参见六王妃 最臣有眼无珠 请六王妃责罚 原下不用再跪在地上 坐着了 陆毅坐在原下身边 刘大人忐忑不安地 给陆毅地上罪证 王爷 这案子证据确凿 陆毅没接 冷冷的目光扫了刘大人一眼 刘大人吓得浑身哆嗦 陆毅转而望向门口 把人带进来 陈丰曾语压在一个粗汉进来 陈丰踢了粗汉一脚 粗汉跪倒了地上 陆毅对着发抖的刘大人说 这才你要抓的犯人 粗汉低着头 一言不发 默认了罪行 原下狠狠地踹了粗汉一脚 你个该死的采花贼 原下不解气 想多踹几脚 被陆毅一个严厉的眼神 给收了回去 采花贼认罪 李云川获救 原下也相安无事地 回到了六王府 但他心中有愧 冤枉了陆毅 王爷 谢谢你救了我的师兄 不必 陆毅有些冷漠 本王只想自证清白罢了 王爷 原下停顿了好一会 你休了我吧 原下是神偷 现在又冤枉了陆毅 他以后在陆毅面前 都不敢大喘气 万一陆毅将来 在那个侧妃什么的 他在六王府的日子 会更加的不好过 还不如当机立断 就算今后 是乞丐也比在六王府 过憋屈的日子强 为了找到采花贼 他忙活了一夜 本就心里不痛快的他 此时 心里更加的不痛快 我陆毅这一生 没有休其一说 你生是我陆毅的人 死是我陆毅的鬼 果然是活颜忘 原下欲哭无泪 心里十分复杂